光誠師我想請教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現在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故 管線破裂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包括它可能會有老舊 或是地震或是施工等等 都有可能會造成 管線有可能會有裂縫 或是損壞的情況 你所瞭解說 這次的情況因為是 相關人員其實晚上 就已經到現場去查了 可是還沒有查到 過程當中就已經有人 因為這樣波及受到受傷 是不是也因為這樣 他們還沒有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 管線是不是真的那麼難查 也就是說 他們沒有辦法還找到 這個洩漏外洩氣體的地方 就已經先碰到熱點 就燒起來了嗎 確實是有這個可能 因為我們從民眾報案的 剛剛秀出來的這些圖示 8點40分就已經看到冒白煙 其實等到真正的爆炸發生的時候 其實是在12點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有3個小時的事件 就像我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如果說這些管線的使用單位 他有裝所謂的這個 氣體洩漏的偵測系統 預警系統 3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照理來講 應該綽綽有餘 因為他一旦發現了這個 有什麼疫狀 就應該要啟動他們的 緊急應變的這個系統 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這些使用的業者單位 有裝設相關的這些 氣體洩漏的偵測預警系統 應該是可以調出相關的紀錄出來 可以去看說這個源頭到底是在哪裡 對 我們看一下 就在您旁邊這個電視裡面的圖 也明顯很秀出來說 當時發生的這個情況 包括附近的周邊路段 很多地方 包括從冒出了白煙 到整個水溝蓋都炸開了 然後後來三渡路最嚴重 整條路大家可以看到 柏游路中間整個是一條都是 像是坑道一樣整個都炸開了 所以說就您的工程的了解 這個會造成這麼嚴重的情況 是可能會是怎麼樣原因導致的呢 有可能是說 因為它是水溝蓋這邊已經冒出白煙了 但是這個不一定是它洩漏的 開始的起始點 有可能是其他的地點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洩漏的起點不等於是說爆炸的 不見得就是爆炸的起始點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李長榮公司他們認為說 我這個地點管線也不是說 爆炸最嚴重的那條管線 所以不見得是 那就是起始點對不對 是 因為完全要看說 我們提到的可燃的氣體跟空氣 它的混合的比例 如果達到了剛剛前面 像張老師講的2%或3%的引爆點的話 那可能就會發生了 所以您評估 包括我們現在這個圖裡面寫到 第一個冒出白煙點 它也許並不會是最剛開始 氣體外洩的地點對不對 是的 有可能是在它的周遭的地方 因為現在我們的管制器 基本上就是以這個 水溝蓋冒白煙的地方 大概畫一個半徑 對一個影響範圍裡面 等到炸開的時候 是不是就已經非常高濃度的 氣體已經都外洩了 基本上是 因為它已經跟這個空氣已經結合 然後這個引爆點 其實已經滿接近了 所以才會連環的一直爆過去 就像炸彈這樣連環的一直爆過去 對 對